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卿 港股今天开始有点回吐 事实上连升这么多日之后 国企指数连升了19天 今天终于断纳 都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人行正回笼中港齐回吐 还没讲这个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伸指数 全日恒指跌了304点 收报32,654点 成交相当会有1,877亿 好了 大家看看恒指这幅图 今天在高位那里有点回吐 恒好未跌穿10天线 10天线现在处于3,2195 大概32,200区 如果跌穿10天线 短期持货建议是需要减持的 但是未跌穿也不用那么害怕 现在一天的走势 上高这三日年起来 好像黄昏之星 就是纵使黄昏之星也好 你真的要跌下去才是 如果明天不跌 那就没事了 那跌又为什么会跌呢 刚才说到 因为人行是正回笼 收水 所以才会造成中港回吐 人行怎样收水化呢 今天有1,200亿亿回购是到期的 人行就没有进行操作 即是正回笼了1,200亿元人民币 是两个星期以来首次的 那这样搞到那个拆息有少少上升 一个月期上香港银行同益拆息 就升了0.009厘 报了4.1269厘 你说升这么少而已 为什么这么害怕 其实升得少 但是象征意义大 今天适逢人行普惠金融降准的日子 市场估计 今天实际释放的流动性 大概在3000亿到3800亿人民币之间 而这个数目是较原先预期为少的 再加上这个正回笼1,200亿元人民币 搞到A股是有少少脚弯 上证指数今天跌了11点 收报3548 如果你看到上证指数跌的话 你就明白 搞到今天港股也是跌了 好像国企指数那样 今天先冲高后回落 有点像穿头破脚的 今天收报1338 下跌了232点 成交也是活跃的 今天不过恨好国企指数 尚未跌穿10天线 10天线处在13,057点 你当它13,050点 如果跌穿13,050点 短线部分需要减持 中线部分就要看12,100点这个位置 守在其上问题不大 如果跌穿才真的要考虑这个减持 国企指数 恒生指数也是这样 刚才说过以10天线 大概32,200点 作为短线的支持位去留 万一如果真的跌穿30,200点 那中线也要考虑走 才被其封 但是是不是一面倒向差呢 又不是 今天一天 就是人行没有造型回购操作 没有放到水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相信是跟今天 普惠金融首日实施有关的 那普惠金融 其实今天释放了多少钱呢 据市场的估计呢 释放了大概3,000亿到3,800亿元人民币之间 这个数码其实就不是很大 是低于预期的 所以构成了A股有点压力 不过这样 如果明天再循新进行易回购 又放回少少水的话 那港股呢 就有机会反弹了 所以暂时来看 一天而已 就不用那么怕煮 还可以多看一天 还有看看 是不是真的会跌穿10天线 好了 个别股份 仍然都是说 蓝筹三保 我觉得如果 市值是轻微调整 调下来就是没事的 我现在觉得都是没有什么事的 因为呢 美国的水源继续流出来了 这个就是美汇指数 美汇指数一路向下跌 向下低的 现在都是89.1多而已 曾经跌穿过89的 即是说在前一路 还是流出来 流向新兴市场国家 这样的情况下呢 当它是一个调整 调整下来 如果大市不低过10天线呢 可能反而是一个低级的机会 中线部分呢 就是除非跌穿这个 20天线 或者前浪顶 好像恒生指数那样 前浪顶呢 就大概是30,200区 除非跌穿 否则中线都继续持货的 各企指数呢 除非跌穿这个 12,100区 否则仍然都可以继续持货的 那有什么货呢 是值得留意的呢 一样是蓝筹三保 好似腾讯那样 现在是回来458元那边 那我觉得如果挨近10天线 你看到挨近10天线呢 它就会上了 那如果挨近10天线 有机会呢 是反弹的 平保呢 情况类似了 今天已经去到10天线了 如果没有事没有干的话 明天是有机会反弹的 如果万一它跌穿10天线呢 平保单一这股股呢 就有机会需要减持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